在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立法人黄珊珊 市议员陈又诚 何梦华 雀梅沙等人共同主持下 由内湖科技园区发展协会发起的 千人捐血活动 2月21号正式起跑 迈入第十届的这项公益活动 累计资金已经有超过 1万5千人次响应 捐出2万2千代热血 内科园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廖全平希望 这一次能募集到4千代血 我们内科千人捐血活动 从108年7月 也是科技园区当市长 我们发起的 那一年两次 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有13家企业大楼 共同参与 到现在的32家 那我们在第九届 累计一到九届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差不多 将近1万5千年次来捐血 我们总共兼了将近2万2千代的热血 我希望这一次的兼血 能突破4千代 来打破我们以往的记录 那我特别要呼吁 在内府地区的好朋友 尤其在内科上班的好朋友 一定要利用这三天的时间 我们内科总共有30多个点 来供大家兼血 大家勇烈来兼血 一代就一命 在台北市长任内及鼎力支持 这项兼血活动的柯文哲 也以医生的角度强调 兼血对整个医疗体系 有很大的帮助 台湾兼血率是世界第一 不过近年来却有下降的趋势 因此呼吁国人一起踊跃兼热血 也期盼这样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能成为内科园区的传统 一直败下去 台湾的捐血率 大概已经是全世界最高 差不多8.08 就是大概在一年内 我们总人口里面 大概有8%的有捐血 所以这比例是相当高 不过这几年的数据看起来 20到24岁反而在下降 当然这个原因我猜很多 比方说当兵的减少 都是学生 没有像以前那么踊跃 所以这个捐血 我想对整个医疗体系很重要 我还是要鼓励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捐血 那这个活动在内科特别容易成功 因为这个地方年轻特别弱 算是我们台湾这种产业区里面 平均年纽干我应该是最低的 然后也比较热情 所以可以连续办十届 超过一万五千人捐血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代表台北市长角安前来参加的 台北市裁判局长陈均安则强调 所有接下活动 台北市政府在绿运输等议题上 都希望与内科协会密切合作 打造更宜居的内湖 内科长期以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上面 配合市政府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捐血是一部分 那在市场上任之后 也跟我们的内科这边来研究 所谓的绿运输的ESG的部分 也得到很多回响 当然Core姐也非常的热心 现在我们也正在规划 除了陆路以外的 另外交通运输的可能性 我想还有很多很多 无限的可能可以去激发 可以去激荡 未来我们都会跟内科协会 一起来努力 我们一起来把内科打造成一个 适合就业 适合居住的一个更好的区域 这次千人奸血活动 将持续到2月23号 总共有32个典工民众奸血 主要单位也提供了爱心奸血 好礼及摩采活动 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晚秀奸乐鞋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